就是当我第一次做演员 在府城市花剧团 我去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 人就说你是专业演员 你怎么能这种水平呢 你会说普通话吗 我会说 你别公说你会说 你说一个 说什么 你现在就跟我说 在饭桌上 不说我要加那土豆 把手给我打下来 把筷子放在 你现在就跟我说 我说不了 你上学也不说普通话 全是东北话 你们俩读课文 好歹是普通话吧 全是东北话 我开玩笑讲的话 英语老师教英语 我们那时候都是 A B C B E 全是这个 真的全是这个 现在好了 我们小时候 英语刚刚开始 什么F G H I Z K L M 还这个呢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不会说呀 那就觉得受到了刺激 就要学好 才能对得起演员 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算不算机缘巧合